讲到记录第十四讲,极大的奖赏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开头就写道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二十一 接着他就说 他有一个要越来越多地认识主的愿望 这个认识正是他所渴望的奖赏 也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 如果我们想知道的这基督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来看看罗马书八二十九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种效法就是得着基督,就是奖赏 这意味着要在性情的完全上达到基督的丰满 这是一种荣耀 神的重子要在这荣耀中显现出来 在性情和属灵上与升天的基督合而为一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奖赏 我们还是来思想这个荣耀的结局 神的重子显现出来 当保罗说他要得着基督,要竭力得着奖赏时 他表达了一种要效法生儿子的模样的强烈渴望 这正是救恩的内容,也是神救恩的目的 但很显然这是一件需要追求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需要去赢得救恩 不需要丧失一切才能得蒙拯救 我们得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 救恩不是一份需要去迎娶的奖赏 不是我们要去努力争取的东西 而是一份礼物,一份白白的来的礼物 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东西是保罗仍未得到 他渴望得到的 他写道,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他以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为之宝 如果同一个灵的能力也工作在我们身上 他必定会带来同样的效果 让我们认识到,与基督这个极大的奖赏相比 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最大的是,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十章和腓利比书三章 做个有趣的对比 因为这两章都讲到两个年轻人和他当时的决定 两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都是富有的官员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知识水平 道德和宗教声誉 他们可能都是法利赛人 都得到主的爱 但主对其中一个 只得说他,你还少一样 而另一个人却能肯定地说 我只有一件事 那位不知名的年轻人 从基督身边走开了 他是悠悠愁愁的 但他还是走开了 原因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告别他极多的财产 保罗也有极多的财产 可是他看见了基督 这种看线、光照 使他所有的财产对他都失去了吸引力 对保罗来讲有两种选择 一是属地的奖赏 另一个是属天的极大的奖赏 他欣然地选择了后者 我们可以说 保罗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一个对主与众不同的认识 因为他看到的主是在完全的复活能力中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 而且他得以认识到那无比的极大的能力 他曾被人藐视 弃绝 在十字架上无依无靠 似乎陷于绝望的境地 可他却从死亡和坟墓中被提了 升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正是这复活的能力让保罗决定要追求这个奖赏 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在属灵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胜 这同样的复活大能也运行在我们里面 福三二世 虽然我们的称义是在与主耶稣的复活 但复活的效力超过个人得救的范围 因为神永远的旨意能得以成就 全都是借着复活的大能 或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需要是 我相信这是一个没落的时代 对复活的生命有一个更丰满实际的认识 因为教会最后要得胜 最终要达到宝座前并败坏撒旦的国度 而这只能靠着复活的大能来成就 这复活的生命曾面对过宇宙间一切罪恶的权势 已经证明掉它不能被触犯、被毁坏 所以无论从道德意义上还是物质意义上说 它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或神秘的感觉 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表现 如果这种生命会受玷污或毁坏 撒旦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这种悲剧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完全最终地征服了死亡 既然他复活的生命已经使他进到一个不容侵犯的地位 远超过一切 他就必定要把他的教会带过来分享他的得胜 同登他的宝座 所以保罗在追求他的奖赏时 首先提到他需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我相信保罗的这个态度 能够实验出我们自己对基督的认识 我不能理解 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认识 基督复活的生命住在他里面 他如何还能被种种事物缠类 跟主纷争 舍不得放下这个、那个 而不完全把自己投于基督脚前 只有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护照是何等的高贵 只有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拦阻基督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完全地运行 这一切纷争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与他一同受苦保罗对这份奖赏的追求 是他不只要求认识复活的基督 而且也准备为他受苦 与他同受苦 这样就能把苦难放在适当的位置来看待他 苦难能引领我们进入荣耀 我们时常没有正确对待受苦这件事 受苦在我们心目中占据了不当的位置 它成为我们的难处 使我们完全被受苦的感觉占有 而遮蔽了其他一切事 主要我们把患难放在正确的地位来看待 就是要把它与另一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这个东西会是本来很大的患难 看起来要小得多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罗巴十八 这荣耀就是神儿女的荣耀 是保罗所说的因得着基督而有的极大奖赏 如果要问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意思是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种效法基督实际上就是得着基督 而这就是奖赏 这意味着我们在人性的完全上达到基督的完满 因为他的人性和灵性的完全就是他的荣耀 简单地说 在灵性和德性上达到基督升天地位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奖赏 我们还是要把神的重子之荣耀的结局实时摆在面前 那时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显现 变成他的样式 现在我们暂且叹息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叹息做一个真实的分析 就会发现他们表明 我们渴望从旧造的生命中得着释放 脱离败坏 罪和死亡的挟制 这样我们就得以达到基督的完全 那时 我们就要进入与基督完全的合一 有一天 一切的叹息都要止息 我们就将完全向他 这是神所预定的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按照他的预知 在我们这些仍在叹息劳苦的受造物中工作 所以这荣耀的结局也是他预定的 这种预定并不只是简单的得救 乃是与整个的救恩相关联 关键就在这里 整个的救恩就是关乎效法神儿子的模样 因为他所预知的 他也预定 不是预定得救或沉沦 而是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 运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能够呼叫他阿爸 父 这是神在他叹息劳苦受造之物中工作的开端 神正是借此暗中的这他的重子 并且借他们把一切受造之物 从如今的虚空和失望中拯救出来 整个受造之物都将脱离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参见罗巴尔十一 这将是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结果 整个受造之物要从辖制他们的虚空之下脱离出来 这与我们所得的儿子名分是紧紧相连的 请注意 在神的重子显出来的时候 受造之物不止得到释放 并且要得着从神的重子身上彰显出来的基督的性情 只有当基督复活的能力完全彰显出来 使神的重子的荣耀就是身体的熟变成他的样式 只有这个时候 整个受造之物才能得着起真正的荣耀 你也许会觉得这个思想虽然宏大 但在遇到个人难处时 却未必会给你带来多大帮助 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恰恰是为此而有的 他把这一类的实际经历 与神在基督里的旨意 这整个范围联系到一起 我们属灵历程中的每一细节都受到那一个呼召 那一个旨意的支配 当然了 如果我们只是把事情单纯地看作个人身上的事件 我们就无法从中得着任何益处 可是 若我们认识到与之相关的是 神定义要把我们模成基督的样式 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了 它们远非只是个人的经历 因为试炼 困苦 茫然 刺激 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秘密 那就是要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 这个复活的生命带着神最终最高的目的 即让整个宇宙的荣耀 这是非常实际的 那关于永世的巨大深远的事情都被浓缩到我们属灵生命最具体 最熟悉的细节中如此就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这万事若能从属灵旨意的角度来看待 就能化为祝福 为那最终的益处效力 我们不能忽视了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或许看起来是在遭遇反对 有时我们求的是一样 得到的却截然相反的另一样 但这正是因为神不让我们推卸责任 祂要利用矛盾的精力 把那为有圣灵能提供的内在的能力是放出来 并让祂在我们里面一天天成长 与基督同死保罗在这里 肥三十是蒙圣灵的带领 按着次序先说到基督复活后的大能 然后是与祂一同受苦 最后是效法祂的死 但实际上 我们对于祂复活大能的认识 只有借着与祂一同经历死才能得着 这死的经历意味着 把属乎己的一切都放在一边 好让那属乎基督的成为我们唯一的目标 我们最原初 最根本的罪起不就是骄傲吗 而骄傲这个根源的罪到底指的是什么 实在说来 它包含了一己的兴趣 自己的意愿 己的追求 当初罪就是这样进入神的宇宙中 因为撒旦的堕落正是使于他说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在十四十三到十四节 后来他又说福亚当去抓住那个如神的机会 创三五 就这样把己的喜好带进了人类 这种骄傲 是我们一出母妇就有的 只有在实际中 经历与基督的同死 才能把我们从中救拔出来 撒旦始终不断想要激起我们己的兴趣 他的手段如此狡诈 有时甚至看起来 他也是站在基督一道 只要这么做他能迷惑神的仆人 在腓利比 也就是这封腓利比书线索要达鱼的那个城市 撒旦的一个污鬼 就公开宣称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 要给人指出得救的路 图十六十六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保罗巴望的 有人替他做衣物宣传了 可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当魔鬼转而为福音喝彩 为他的传道人扬名时 其中必有他因恶的诡计 使徒认识到这一点 他等候在神前 而后斥责那污鬼 其结果表面上看似他和希拉为此遭难 双双被囚 整个地狱都冲着他们怒号 然而 即使在狱中 保罗仍然得以脱离撒旦的网罗 纵然 此时他正又一次经历与基督同死 但在这同死的过程中 他也再一次经历神父活的大能 而这正是前者必然的结果 他活了下来 又从另一个城市的监狱里血信 给这些肥利比人 并能够再一次坚定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知道他所遭遇的事 都是为了叫福音更加兴旺 肥一十二 当我们把人的观念 喜好 意愿都放下来的时候 也许这意味着暂时的剥夺 然而 自我兴趣 因此下到死地 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取得新的地位 我们也就一步步越发靠近那极大的奖赏 基督得以显大有一件事 看来相当清楚 就是当这位使徒接近人生尽头时 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发渴慕 越发竭力地追求效法基督 以此为他的奖赏 我相信当我们的生活到了一个地步 不再需要外在成功的迹象 或明显的神迹来做我们的刺激时 这才表明我们真正达到一种地步 可以完全地以主自己为我们的满足 我在心里深深地盼望 你和我能越来越达到这个地步 让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甚至也不为了效法基督而效法基督 不为求自己的满足而效法他 只为了他喜悦 我们亲近他 这就是属灵成长和成熟的标志 只求基督得以显大 肥一二世 让我们定义追求这个目标 基督就是道路 基督就是奖赏 大标志 大标志 大标志